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柯南在他离家的前一天被抓去博士家隔离了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柯南睁眼就是自家老婆的美颜暴击 还有这小脸红的一看就是 感冒还没好 别学找业务了 好 但是你没给我留午饭呢 柯南偷偷摸出老婆专用手机 开开心心跑去博士家蹭饭的柯南 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号已经冲上了热搜 高中生破解清水室杀人案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更何况还是之前大家以为已经死掉的宫藤新衣 吃粮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粉头园子还调侃小兰 哎哟 你这是窝人袭击 是你男朋友了吧 我这衣服消遍不住了呀 报道上呢只透露了黑子的名字 但有吃瓜群众八出啊 当时还有一男一女在现场 女生是可爱的中性打扮 那个男生就是宫藤新衣 宫藤新衣没死的消息瞬间引爆全王 哀将在电话里咆哮 也辛辛苦苦卡的名单 你就这么玩 若霞留美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问他有没有见过隔壁家的宫藤新衣 就出上辈子是个旧经测试仪的哀将 没有提前感应这一点 我觉得他不是狼母 哀将本来打算回家就柯南 结果小林老师拜托他们去找今天没来上课的玛丽亚 于是他果断挂了柯南的电话 住在隔壁的自闭喵哥更是连门都出不去 什么宫藤新衣没见过 给也怕 但这并没有让记者离开 甚至等来了日卖电视台的直播车 柯南终于在网上看到那条恰好在现场的评论 点进去一看 吼 这丫头 这人呐自称是世界第一工程全家粉 我踏牌了 是我 但是没实锤呀 这些网友光靠一条评论就嗨了 我是默默地锤 前几天 东西侦探地下恋情被新闻台直播报导 大号被拍的那叫一个清清楚楚 黑记的绿帽子也非常的鲜艳 现在不仅地当高中门口被包围 黑记的学校门口也全都是记者 气得他对着柯南就是 另一边 阿将带着小学祖去的玛丽亚家里 叮咚 没人 叮咚 都说的没人 后面想起起偏钱 玛丽亚想邀请他们去家里探险 说在家里找到一封奶奶留下的信 上面说在家里给玛丽亚藏了宝藏 并且奶奶家就在玛丽亚家对面 哎呀 反正柯南里的人啊 除了密室杀人的凶手 都不知道锁门为何物 玛丽亚的书包还放在玄关 地上贴了宝藏的提示 箭头指向的房间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箭头 埃将猜测玛丽亚很有可能是在上学间到奶奶家寻宝 然后被困在了那里 直到现在已经7个小时了 必须要干净找到他 于是根据纸条上的提示 小学祖成功挑战了镜子关卡 书柜关卡和影子关卡 最后被一只小鸟玩偶给担住了 于是小学祖想起了工具人柯南 看个眼 嗯 埃将满脸写着不甘心 但是为了玛丽亚还是拨通了电话 而此时柯南已经疯了 其实我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他叫黑鱼快斗 哦不是 他叫东腾新二 直接死掉的是他 不是我 其他还讲电话 本来以为有啥好消息呢 结果是来闯外求助的 那个像鸟鸟的玩偶是只银水鸟 只要给他一杯水 把他的头摁进水里 他就会自己动 然后透过杯子里的水去砍枪上的箭头 光透过水产生折射 箭头方向发生改变 就能找到最终的目的地 啊 这 玛丽亚挺聪明的 至于玛丽亚为什么被困 一般来说门都会留有门缝 但玛丽亚的爷爷是个手艺人 这扇门呢 是他亲手做的 压根儿就没有留门缝 这房间又在地下室没有窗 房间里的温度比外面高之后 气压顶住的门就打不开了 之后适量发现 在网上说自己看到 公吞星的那个粉丝 又跳出来说 自己可能太喜欢他们一家 喜欢到 说些幻觉了 黑街也告诉记者 新闻里拍到的那个 根本不是公吞星亿 而是进度高中的冲田总寺 大家呀都在否认 星亿在清水寺出现的事情 门口的记者呢 也都散了 听到小兰一愣一愣的 啥玩意儿 我我 他们人 人都亲过了 你跟我说的是幻觉 赶紧逃出手机 再确认一遍 现在自己是公吞太太 好了 但是小兰这都不怀疑的啥 是真的离谱啊 其实星亿这件事情 能暂时平心的 全靠爹妈给擦屁股 幽左夫妇啊 亲自出面 用签名收买了一个 世界第一粉丝 他告诉小粉丝 西家还年轻 不能让他太漂亮呀 所以请他当作无事发生过 但这都只是表面平息 老青可能忘了 公吞星亿是谁 狼母却没忘 三位嫌疑人 一直不在关注 事情的走向 若霞和厨子 更是直接出面 打探消息 打工皇帝 暗石头 也收到了狼母的命令 套子 缓缓发出一个 下棋一定 幽左跟柯南提起 十七年前 羽田号 思案留下的暗号 之前的解读是 浅香和狼母 但幽左和修怡 沟通之后觉得 这应该是一个名字 察觉到尸态的严重性 幽左决定带着老婆 暂时留在国内 帮忙出谋划策 这下父子联手 亲亲看看 打工人的老青 又该哭了 哎 太难了呀 好啦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刷中 喜欢这个视频的小侦探 们记得点赞 评论关注铃铃铃铂 室爱属相逢了 咱们下期再会了 拜拜